皇后大渡西游, 皇后大渡荒 皇后大渡冬草, 皇后大渡草 阿湖, 皇后大渡草, 为何无皇宫 皇后大渡草, 人物与潮涌 我看你还要继续唱 我刚才唱了两句 我都觉得自己像了蔣志光 台湾很多歌手都唱过《走廊》 所以他们练得一身好武功 你们四个都不是走廊吗 我想说 你是走廊 我是1972年的时候在… 我还没出生 我还没出生, 我还没出生 我还没出生, 我还没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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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蓋我包 你的鼻子都大了 这么大 1972年 加班 就是走廊, 到处走廊 我看几乎走廊 他不是叫走廊 走廊 走廊 都差不多走廊 一个月四千块 一个月四千元台币 台币 七九七二年一个月四千元台币 都算是代币 一对三 都可以了 都差不多一千元港币 有没有在走廊歌手的辛酸 有没有被人叮 没有, 我那个年代是在咖啡店唱歌 比较格调高一点 学生会来谈情雪爱 有些会带女朋友来盛牛扒 黑蒙蒙的 你大哥专爆 大哥专去的黑蒙蒙的 黑蒙蒙的 最惨是唱就唱 停留下来 不知道倒些汁 烟都上来 基本上是中心品 人家不是说真的要来听你什么唱歌 在那里掩掩掩掩掩的这些声音 在那里 卡子这些 那罗大哥原本在做医生 是以前的 对, 你现在还懂得医人 不行 你是不是针灯我命 你是中医 不是西医 你学到, 你是否已经毕业了 毕业 你懂得开刀 拿着医生牌 拿着医生牌 分数很高之下 毕业 你懂得拖肚 慢慢埋高分 做手术那些是吗 这个也是 是否懂得劏肚做手术 做一些感用的东西 做过这些 香港脚什么可以 我们每一集的嘉宾都有香港脚 毕丝甲可以开刀 那现在你们有什么 投瘟伤性会问他 例如问他 有什么偷瘟伤性 如果问我就死了 死了 你读完这么多的 他喜欢听他的歌 来到解忧愁 他的歌是治心病的 是吧 这个讲得好吗 记起来… 他真的很喜欢唱歌 才放弃做医生 放弃医生 医生的职业 你妈妈当然被你惊得 你妈妈会不会很生气 很生气 对啊 你读完这么多年 然后没钱赚 但他不做医生是为了救人 对啊 对啊 这句真是… 真是 在台湾十年代的公导 真是高手 不是送死的 可能是为了世界做一个好事 幸好你们今天再见再日 一分钟你又蒙茶茶去看他 我同学去看过他 是的,还在 那你也挺大名的 我同学在看他 但应该出了一张唱片之后 又回去做医生 所以我又回到医生 那么混乱 我一个同学开学时跟我说 你以为我暑假时看医生 遇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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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大友 即是他已经在医生 不是,即是他在歌坛界 已经出了名 是 再回去做医生 但做医生 那你也吸引了很多女粉丝看 我不舒服 是的 全腹腹 都是食家来的 由外科转做辅科 是的 初初就劏肚 后来不是了 脆弦果之后 就专体辅科 功夫多两年辅科 阿岳呢 阿岳有没有唱这个 《酒郎》 跟年代不同 对,那个时候很好 我记得我那时候写了 《爱之初体验》 《爱之初体验》 对,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在唱的时候 那是自己写的歌 因为他们其实都要听 我们都要唱一些cover的歌 对,可是有时候 我们都会加一些我们自己写的 那个时候都没有人 没人听得懂 也不想听 这样子 我们唱的 大家都在跳舞歌 但是唱我们自己的歌 大家都全部走开 这样子 这种灰心 但是开始慢慢唱 慢慢唱 大家知道这首歌开始 已经有感觉了 越来越多 对,人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大家听到这首歌 到后面是大家都想要听 我们说 你们唱的那个什么 什么初体验 我想听这样子 最初唱完这首歌 那些人就跳 一唱自己的歌就走 就是没捉到自己的路 唱着唱着 这样去训练一些好的歌手 台湾的风气 大哥忠誠 有没有在酒廊发挥的靓旅 一定有 你还是聪明踩法棍 有没有 他对我的误会很大 现在给个机会 给你解释 那个摄影机 灯还没有亮的时候 他就说你感情世界 你面红的 很丰富 我想要找 很害怕 大哥 有没有答案 我以为你的感情生活很丰富 这都是很大的误会 应该是 看你作这么多歌 都是全部是情歌 全部都很倒题 大部分… 感情不丰富 怎么写出来 对,你有没有在酒廊发挥过 美女歌 酒廊没有 没有 没有 通常是哪个歌位发挥的 是人家介绍打来 有个唱得挺好的 试一下 这样吗 我通常有 有… 先来到家 上门公司 有多多 试一下起先 试一下起先 有多多 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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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很正经的吗 这个节目很正经的吗 不止 不止 你误会了 你上错节目了 对 对 这个节目又很久 我們的節目很正經,但不是全部正經 有某些時段 等於你去卡拉OK或打骨 有些正經,有些不正經 似乎客人要正經還是不正經 你想我們正經還是不正經 喝吧… 我很想知道那個年代 你們的年代 是否找個彈散出碟也會賣 可以這麼說,因為市場真的很舒服 其實彈散出了表演成功的例子 我就是一個… 你不算 不…當年的第一支碟 是我自己後來聽到下一條 唱得很好 因為在台灣市場裡有這樣的空間 你第一支碟是甚麼?我們認識嗎 認識 香港沒有出過 有沒有出過? 我已經消滅了 你已經買了所有版 對,我已經扔了 你聽到是覺得很難聽 不是,整個人都很不成熟 面對這件事 例如原來唱片 不是彈結他,唱到歌就可以… 就像我們以前的影壇 以前我們那輩子的成龍大哥 他們以前拍攝動作片 是隨便幾個人在荒山野嶺 只有一個茶水,幾個人 接著,哈、哈、哈 不收得不要緊 下個月我們再開 以前的影壇是這樣的 現在影壇,你一步不行 你八年後才回來跟老闆聽 我覺得台灣樂壇就可以這樣 給予一些示意 文化意識強,台灣人 台灣人喜歡看書 喜歡唱歌 喜歡聽歌,這個肯定是 大哥,你怎樣都透露一首 你曾經分紅歌的唱碟 沒有,我那個年代是這樣的 我是在滾石唱片 所以… 不用說了,我都笑 那個時候是這樣的 我在做夢醒時分的那張裝置的時候 那張碟,你不笑醒? 沒有… 笑醒時分 對,什麼時候都笑醒,不是夢醒 你聽我講,這個可以對峙 我從…當製作者到那個時候 寫歌,從來沒有分過紅 老闆看老闆的心意 會給你一個紅風包 這就是我們那時候的老闆的意思 沒有分紅? 早期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 就是封封禮仕 到後來的時候… 他當時是Domisting 年封禮仕 分多少?有什麼… 到後來的時候… 你還沒回答我 你叫什麼封禮仕,多少錢? 幾十萬吧 泰幣 泰幣 很多 都不錯 我看到1991年的時候 那隻讓我歡喜、讓我休 1993年的花心 各200多萬 你說一隻嗎? 即是說唱碟嗎? 是的 我買了200隻已經極厲害了 那我… 花200… 那我又不驚奇 你是差不多的 你五元一隻都分成一千萬了 何況我一定知道你花心已經很紅 你出道花心 你看看你… 現在多開心 你看看你,你想怎樣? 已經花了,不想怎樣 真的,找得來就要花了 找得來不花就好像沒找過 你賺錢的時候這麼容易 是否真的花錢也很疏爽 會不會呢? 你的錢是怎樣花的? 不知怎樣就花光了